新冠疫情发生后 各行各业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 民众对保险的需求也有所增长 全国政协委员原保监会副主席周延里 接受访问时表示 保险业会在稳定原有价格基础之上 对保险保障范围进行扩大 周延里告诉记者 疫情发生后 保险业通过扩大保险责任 捐款捐保额 为抗疫一线人员提供保障 同时也在创新保险产品 将新冠肺炎包括在新产品之内 还筹错了近4亿元的捐款 他指出 面对疫情之后 不确定因素增加 保险业需要研发新产品来应对 比如说在财产保险领域 那么有很多企业 复工复产 有很多不确定性 我们可以研发一些营业中断保险 来解决 这个企业营业中断 而带来的一些经济损失 在对一些出口企业 面对订单不确定 那么我们也可以研发一些 这个订单的取消保险 这样来确保我们外贸出口企业 能够稳健的复工复产 来解决它的后顾之有问题 周延里介绍 针对疫情后 企业复工复产 保险业已开发出相应产品 解决了复工人员的人身意外保障问题 尤其是面对疫情的影响 感染和其他病种 可能会对员工带来一些额外的影响 那么通过复工复产的一些保险产品的研发 这个解决了这方面一些问题 周延里强调 疫情发生以后 医疗保险健康保险需求大幅提升 对保险业提出严峻挑战 目前保险业通过精算和大数据技术 能够实现在原有价格基础上 扩大保险保障范围 虽然疫情发生之后保险责任扩大了 保险的这个覆盖面扩大了 但是呢 这些呢 都是在原有价格不发生 上升的这样一种情况下 来实现的保障范围扩大的 这样的可以呢 为广大居民提供更大的保险保障 来解决他们的这个医疗保险的 保障功能不足的问题 周延里表示 政府工作报告中 对保险业提出了要强化保险保障功能 保险业将围绕保就业稳增长 来进行保障落实 我们要围绕着这个保就业 来解决保险业在覆盖面的 进一步的扩大问题 比如说对生产性的服务业 需要人数比较多的 比如说养老 大健康 这个社区服务 脱优等这些呢 这个领域啊 需要大量的人员 我们要扩大呢 这个保险服务的这种范围 让更多的人就业 来做好保险服务工作 我们要落实呢 稳增长 为国家的这个新型战略产业 重大建设项目 基础设施建设 包括新基建 我们要提供的更全面的保险保障 此次两会 周延里准备了几个提案 其中便有关注到疫情一线医护人员 志愿者的医疗养老问题 医护人员呢 他国家呢 有一些固定的养老保险的一些政策 那么我想呢 因为随着这次疫情发展之后 做了一些反思 能够在这些政策这些方面 能够做一些调整 特别是公共突发事件之后 公共突发的卫生事件之后 这个医疗卫生啊 这方面真是需要呢 做一些全面的研究 让他们呢 能够得到有利保障 周延里说 医护人员在一线 为民众提供保障 保险业也要为他们提供保障 让他们工作更安心 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